請翻開那個天台細菁第二冊法華文具細菁 216頁 這一次啊 216頁一講啊 就是要直接講到第一次講完啦 就是第二章 這麼多 第二章跟第一章的很多都是半本書 那第三章第四章也不少 但是從第五章以後啊 非常的少 都是很快就可以講完了 少數的遇到說第七品啊第十品啊第十四品比較多 它都不多了 都是一堂課可以講兩品的 所以現在你們會比較 覺得沒什麼進度 並不會啦 輸都講掉半本了 總共不過就三本 你說你們說我十個月講不講得完 處處有餘啦 才有一個多意思 我們現在十四堂十五堂課嘛 講掉半本嘛 對啊 然後後面的速度會比現在快啊 因為有默契了 所以講得完的 好 而且你們法華經要聽 聰明講快才講得起來 一定要講 法華經不聽 自己的當時他又沒有像前面這幾章啊 慢慢的把章節開這麼細 他後面幾章就是大概講一下 幾個字就講完他要講的 此則為開權 那你就要前面要前面知道 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開權是開什麼 此為兵實 此為兵信 他就這樣講完了 那你說我要快我怎麼快 就是照他的意思 講就是開權顯實啊 那這個地方就請大家 一定要再申請信息 那詳細請各位去看第二瓶 我就帶過了 所以這前面就是要用功的看 耶穌的大師在這邊把他講的都講完了 後面就他就這樣兩三個字又帶過 兩三個字又帶過 此則對三行三句三字 三行三句三字 六十三個字 他就他這樣統稱三行三句三字 六十三個字 一句話 你就回去找那是哪三行哪三句哪三個字啊 很可愛 後面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現在第二瓶呢 一定要認真 第二瓶是他跟後面的每一瓶的架構都一樣 第一瓶是不一樣的 但從第二瓶開始每一瓶的架構都一樣 都是有開闢 然後開合 長行寄送 都是一樣的模式 我們現在這一瓶要好好的把它取 後面會越來越快 來 216頁開始 它這三面瓶的架構啊 這一瓶呢 從勁來講 金鐵足勁呢 是從金門的正說來講 那他是從 等於他是取上面216頁表格上面的是取 一軍二門 也就是二軍六段的 那 所以說他才有所謂的機門 如果是一軍三段呢 就沒有所謂的機門 那這邊他講說 從機門正說來分 可能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呢 開山顯一 略為開山顯一 另外一個呢 就是要廣為開山顯一 那 你就請各位呢 翻到 我們來翻一個圖 各位在上面的部分 它有一個地方是略開山顯一 是不是 一個是廣開山顯一 那你把它直接對直線過來 方便品 那你如果廣開山顯一對過來 有沒有發現他在正說以後 他也彎上去 線也彎上去 也是方便品 所以說在方便品 他本身他的鑽裡面放在 他一直在做開山顯一 而且他在廣說的裡面 開山顯一的時候啊 他又是在 法說中的正說 所以他本身在 開山顯一的部分 他的發揮是最多的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再翻回來 216頁 來看一下 略開顯 略開顯 他說從耳食 市尊下面開始 是六月開山顯一啊 然後呢 除了有六月開山顯一以外 他還叫做動植生怡 動植生怡 就是耳食大眾如何如何的 動植生怡 那各位 當時我們是不是已經請各位直接看過經文了 記得這裡嗎 動植生怡 動植生怡是在三十八頁 就是耳食大眾有諸生文啊 羅漢啊 他就開始做四面 第一廁三十八頁 有呢 有哦 第第二行的地方到第十行 是動植生怡開始 他說他開始有動植生怡 他說他想說啊 事真何故陰情稱叹 第八行 何故陰情稱叹 方便 而作誓言 這是他開始了 懷疑 佛得二字 第九行的後面呢 佛說一解脫意 我等於得 持法道與涅盤 而自應不知 是意所去 懷疑自己所得的 是不是究竟的 等於他有動植生怡 生兩個怡 對不對 兩個怡之後他就開始 三請 佛就二字 第三次請的時候他才 正式的 許答 願意回答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 就是說略開選的地方 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略開選選一 另外就是動植生怡 有動植生怡 再帶引出來 所謂的 師尊廣開選 各一區葉 另外略開選的地方 他說有長行跟季送 長行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屬於 寄言探 一個是 絕言探 什麼叫做寄言探呢 什麼叫做寄言探 什麼叫寄言探 還記得我當時用最簡單的話講的嗎 一個就是直接告訴你他是多好 那是絕言探還是寄言探 絕言探 因為並不明白說先 先讚嘆別人 寄言探 對好 男一第六行 若不拓言 則無嫩之責 說是撐娘言不能盡 就說他這樣讚嘆 寄言探或寄言探 都是 還是沒辦法說盡的 但是呢 不說的話 人家都不曉得 只好說一說啦 那諸佛二字如甜語 然後說前面呢就介紹過啦 那現在開始要探這二字 拿二字啊就叫全字跟十字 全十二字 第九行 他就講的是全字跟十字 全十 搞定嗎 好 那全十二字他開始要探啦 要說 先說 他諸佛的全職 諸佛道童是一行 諸佛道童 他的上 往上呢 光照他土 彌勒恆穩 上任喔 第一品敘品 第一品敘品的時候啊 光照他土 放光銳 照到其他 芬芳土去啊 芬芳國界 那彌勒有這個空間 然後發問 那文書呢 是贏了古代的諸佛 他贏了古代的佛 對不對 那就是時間 就是數問 是正向的 一個是橫向的 一個是正向的 那就是這橫竖呢 正向呢 橫竖兩個合起來 就跟諸佛道童 就是第十一行 對不對 就是諸佛 就剛好合成 全部都是啊 以橫的 竖的都開完了 綠子都夠了 擺在面前 從時間空間上都沒有違背 所以叫做現在就講 諸佛道童啊 那諸佛道童講完的話 就叫做現在怎麼來讚嘆呢 那讚嘆的地方 他會先讚嘆完以後 他自己在解釋 解釋完以後 為了要加強大家的印象 他被解釋的地方給模糊掉他的重點 說他再會做一個結語 你常常看佛經會覺得他真的很像寫論文哦 他講的非常的棒哦 然後再來讚嘆的地方 開始雙嘆 嘆什麼 他的雙的意思就是指全食啦 雙嘆就是嘆全食啦 那雙結雙刺雙是指全食的意思 來比方講我們來看比較詳細 你看二十九頁好了 他說雙嘆對不對 他就講到第十行就是探食 有嗎 第十七行就是探全啊 就是探食探全啊 雙嘆全食啊 好,回來,所以大家知道雙判雙是雙解釋在解釋,那個雙就是指全詞 我跟你們說,為什麼我講課,你也一直跟你講這個字是什麼意思,會一直提醒,一直在提醒,為什麼? 因為啊,我對老闆,你覺得就算我很了解,但是今天來聽的人,我必須要把他想成,我要怎樣讓他直接聽懂自己起來 而不是要他回家再努力的做功課,這樣了解嗎? 就是,就是我應該一個要開始講話之前要做的功課,就是我要做這樣的功課 所以我會一直提醒你,你會覺得很邀道? 我跟你講,如果會的話,我就可以回去省一點事 來,開始探囉,二十四尊開始,齁,持六行 開始他是經文,他說怎麼探啊? 他說這地方是經家,開始提了,經家要提 二十四尊從三日安講而起告訴你,不提起啦 他說為什麼從三妹裡面要起來啊? 他說要提啊,大家開始要給話頭 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們難解難路,一切身文,披子佛說,不能知 而起了那個頭,難解難路,而且披子佛都不知道 他就這樣,提了那個頭開始囉 底下就有問二十一行 他說啊,何為什麼要起啊?為什麼要以耶穌?從三妹裡面安講而起啊? 他說,這有一個開始啊,因為古佛在說這一支經以前啊 他都是先入無量益,然後入法華,對不對? 然後呢,今天,他是從無量益說無量益三妹 然後之後入法華三妹 這頭法華三妹,再起來以後才會說法華經 現在這一支佛也是一樣要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樣一點,因為他前面有一個入三妹的問題 所以他必須要從三妹而起來 然後起來了以後呢,他就開始講啦 那他有意識悉談,而後說 來,開始看 第一個呢,他從三妹安講而起 這是諸佛皆如此,所以是識悉悉談 再來是為人悉談 他為什麼呢?他說 哀從定起,以利發言,惡據省地,說必不妙啊 就是說從定而起的話呢,他本身 平常是穩定度最好的 那增長悟性,以事為人悉談 再來,備治悉談 他說呢,常常呢,他都必須按入定才說法 所以說呢,那散心的話呢,他就很... 所以要安的心是安在哪裡?安在十項 所以他出來的時候,為了要領他人也能夠安在十項 所以兩者都契合十項,這是第一義悉談 底下開始是消文 治者大師他從這一品開始的脈絡的介紹方法 他就會先介紹一下這段經文的意思 講完以後,他接下來就是每一句話一句話的消文 就是像第九行,告設立者 他就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逐斷的消文 告設立者,那小聖當中是會第一 將於因其破小字,顯大字,復開 廢慧啊,就是廢慧,開復啊,凡十種 那十種呢?底下各位請大家看到住腳218頁 得那個下面住腳1 本機各有十啊 那那個法華懸役他有綁這個十種有列出來 那法華文具呢,這部分就沒有列 各位來看一下文具,懸役這邊怎麼說 住腳1 他說,只有十種 破3,顯1 廢3,顯1 開3,顯1 廢3,顯1 廢3,顯1 住1,顯1 住3,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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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3,顯1 住3,用1 住1,用1 那個10加一個頓號 有沒有 那個這樣子加頓號比較容易看 住1,用1 10 住3,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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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3,本用7 差在哪裡 1跟3改成7跟本對不對 然後呢 他那個負的地方都還是一樣 用的地方也是一樣 有沒有 就是3跟1跟本和7 因為呢 甚至要在7門的時候主要談的是 你要縱身達到的法 是什麼 是1 那你用的方法是3 那是在7門的視線 那其實回到本門的時候 他所要探討的是 誒,我畫圖好了 比較能夠理解 1門的地方呢 是3跟1 1 1是他所要打 他要插揍這去打爆 他在被動的時候 他用3 對不對 用3 他希望他打爆 那在本的地方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兩者的問題 是兩者的問題 所以他在本的地方 他就說 那外面呢 是基本 我要你回到這裡面來 這樣清楚 不是兩者直接換 他還是有一點點不同的一個區塊 所以會說 那你說他的1是什麼 他的1事實上並不是 他在7門所講的1 你看不到 他是本門的 跟他事實上他只是說出來的 是所謂的開解 是屬於外線型 來外說的 他終究還是屬於這邊本的1 你只能說 當你正悟的時候 當... 我們可能說 當他如果是正悟的時候 以他自正的角度來看 你自正的角度之後 他在7門所顯的1 跟他本門所顯的1來說 是同一個1 但是當他主要畫出於不是自正 就是要畫他的時候 這個7門的1 跟本門就不會一樣 其實他會怎麼樣說 怎麼樣帶在這中 又不是同一個法 要不然的話 就言語可以說 就不會說言語道斷 非言語所能實力 所以說當他如果從自正的角度來看 這個本的1 會等於 因為這個我們就講說 他從7個角度來看 我們會說話是 一樣的同一個東西 但是如果今天從 他是在畫他的角度來講 那這一個本門的1 應該就要放在黑色的線的 正裡面了吧 那他今天用言語所自見 甚至希望做人所棄入 那一個就會在1門的那邊 那就是1門的1 那中間是有比較見的 這樣清楚了 大家會說 所謂言語道斷 心情負面 沒有在自己這邊在這邊處理 也會說眾生 走在怎麼樣說 在怎麼樣說 還是眾生要走 後才會知道 所以為什麼我會常常跟講 前提前提前提 你看這邊也要前提 才會知道他在比較什麼 那同樣都是實相 當他實相在機門上面的時候 他所說的那種 我們在怎麼樣看他 就是隔了一個模 我們沒辦法 除了我們跟他一樣 那時候呢 我們就會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觀念要記起來 這個圖要記起來 就是說 在本跟機上面 是不同的一句 是不同的一句 那這樣子 大家我們在看法華 或者看天台之後 你就會了解說 為什麼他在很多角度 大家會換著說 會有不同的角度說 而且彼此又要融會 今天晚上他們會上 一個次第三觀 還有一個叫做 次第三觀跟相待子觀 次第三觀跟相待子觀 那那個相待子觀跟次第子觀 看起來一樣嗎 你覺得一不一樣 大概我告訴你 他們兩個 一個是從地的角度來看 一個是從其門的角度來看 一個是從其門的角度來看 一個是從較像的角度來看 一個是從靈體的角度來看 一個是從靈體的角度來看 開了這兩個圖 那因為你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就等於很像是 畫在畫圖 我很喜歡畫畫 假設今天這邊是一個圓圈圈好了 連這邊最難做是哪個面啊 那我今天有一個光 從這裡照過來 然後它剛好就是相待 它照過來後 我在相待子觀也就把它切成三色 然後它有三個顏色 照過來就是這個三處光 那這時候呢 因此它就是三塊就會有不同 就會有不同 會有區隔 那今天再從另外一個 次第四觀的角度 我再照一次光過來 那它裡面又是分為三個顏色的光 光綠樹 現在我們在電視不打出去嗎 就分為三個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它就會跟你說 在這一塊裡面 這個紅色的這一條線打進來之後 這一塊跟這一塊跟這一塊 那看 你今天假設用 綠色的這一條線打進來的時候 這個是XX 那這個也是全圈 那這個如果是三角形的話 那現在你可以說 從一個人來這裡打過來 怕它圈圈跟兩個人不一樣 可是從這邊打過去的時候 哇 它一個都有圈圈的成分 它就告訴你 這三者啊 和這一者是很難區分的 而且呢 因為以前從義的角度來看 它比同一個經文來看 它本身就有這樣的義 每一種意都有 然後這時候就會提到這裡 一個實際的修行啊 是迴旋圈的 是迴旋圈的 不是呢 你一件事情從頭打到底就打 我虧了 就邊走邊走的 你今天好像這邊 會輪路來了以後 你如果沒有進來落實 那你現在在想要 理解更正的意義會比較困難 但是當你在思維身經 思維以後啊 在身體運行之後 你要理解更正的意義就會更容易 它是 徒師班長你就說 我必須要完全了解佛說的話 我才可以來做佛做的題目耶 他要一步一步來 在這裡面累積互相成修的 一門深入剛剛講到這個很像 那個金空法師 這次接著 把金空法師啊 他也講過一門深入的意思 在網路上 你們如果答一門深入 會看到他的講過的 那在上期裡面 有很多法師跟我講過 那個金空法師 他舉的意思說 當時要跟你一起去自學 他要求他十年內 什麼幸福人心嘛 那我父親弄清楚嘛 後來他不說災五年 他災了多少年 十年二十年 哇 他給他一個時間 災很久對不對 那一直災下去 災了以後 後來他就發現說 原來他讀過這間金以後啊 他不是光學會那幾部金 他還學會了整個佛學的 代料 就有代瓜的了解 那這條路 聽起來好像就是 只要你一直看一部劇 就可以 對不對 但是他 但是 有一點要開解出來 他在看這一部劇的時候 他 他有講他怎麼學的 那個李老先生啊 李老君是李平南先生啊 李老君是他 他向他做的是說 現在這個鏡頭五期 實際上是 你假設是一個軸裡面 一個大大的一個軸 那裡面有 周圍五條線對不對 整個區塊 這樣就是 叫做鏡頭 這樣子一個日門深度好像是這樣 那他向他做的事情說 當 你如果 現在剛開始學 剛開始往上爬 可能這部金 大概懂一點點 就是這一幅合理 可是因為你透過讀另外一部金 會讓你這部金 回頭更了解 比方說我們在看 民國金 好像被人類的西方的設計 我不真的了解 回來看到無藥壽金 就 豁然開朗 然後 然後再回來讀 公命國金的時候 啊 忽然更能夠棄入 他那個地方的美妙 然後在讀別的心的時候 又會有 會互相 互相提 會提法 會互相提法 這是一個效力 所以你要互相 從他類似同類似的心 為不是 那現在把這個整個呢 就是藍色的軸 就是整個武器當成一個手 當然是手裡面的互相提示 在我們管束嘛 那現在把他全部當成一個手 他說要叫他做一件工作 李老先生請他做一件工作 那工作呢 就是說 今天當你讀了以後 請他呢 他要在那邊講 請他要去講 這不是很像 等佛陀在教 羅侯羅 叫羅侯羅 就是氣不了 氣憲不了經歷嘛 佛陀叫他說 你問中根說把手 然後沒有 他說那你說了什麼 沒有 什麼說了沒有 就是叫他一筆筆筆往上說 順利筆筆也一筆往上說 那他在副講的時候 他就要求他做 副講 而且要叫他做什麼 就當你看到這一點的時候 你要能夠橫切面的 把它完全理解 這一個字 他在這個 切面上的問題 他比方說 你在這個切面上 我們看到 我們一樣舉一個例子 我們在天台最常裡面的手 我們用天台 假如你在這個 修行的書裡面 你看到一個字叫做 禪 假設看到一個字叫做禪 那並不是光講他在這附近 裡面的椅子 你真的有點確認 你會比較說 他在不同的地方怎麼用 那你再回來看這附近 如果你還要更主定 他在這地方來用法 去支持什麼意思 我們來見很主定 那透過我們再看這個 頂的橫切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 假設這是一個大的空間 那這大的空間就是佛雪的時候 或者鎖板 有沒有這個整體概光 所以當他一路走 一路一路往上走 往上走 往上走 當他把這個鏡頭 五鏡頭弄走的時候 走到上面了 是不是他做的橫切面也不滿了 這就是一門生路 等於你是透過他作為一個 走線 叫做直軸 但是橫切面是不離他 因此你會在他的教育上 有所進展 但是呢 如果今天是 從我走過地方都走 走的是這樣子的 七行的 那些機率很難啊 那條線很容易就倒掉 所以今天要選一個東西 是讓自己一路 把他的左右都弄熟 那個頂端 那個頂端 那個體系 一層也是你往上走 就是一門生路 他看起來是這一門 但事實上他在中間 不斷的往左右設立 這樣聽著嗎 對 一門生路 那天文讓他寫的 比較平像 一隻藍色的線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他 在學習過程 他的描述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一種橫向的線 會看到他叫他去復講 他叫他做功課 叫他去了解 他在整個整個詞語 到他經典上 什麼樣的點是會最恰大 就是很鮮明 這樣的話大家就 清楚多了吧 好 所以你會聽到一門生路 是什麼意思 就是什麼 你要先找到一個架構 作為你下手處 那由這個下手處 一路往下打的時候 你要同時注意 你這個下手處 左右的環境 他的地質如何 就能夠就使勁的往下 那個做不了功夫的 要是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挖 意思是挖井 挖井現在是比較簡單 都是一個小小的往下打 有一種在做蹄房 可是那個蹄房 中的土質比較弱 或是你不熟悉的土質的時候 他們的做法 不是在做擋土牆的時候 他們不是直接把整個土都挖掉 然後再開始立那個斑 他們是 我畫圖 我畫圖 假設這是一座山 他這邊因為有 也會沖 那他這個土囊就比較鬆 因為這種山比較鬆 那這時候啊 他很擔心說 他如果從這邊 要做一個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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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 就是比較剛講的 就是擋土牆對不對 擋土牆 擋土牆 他把他桌起來 高度夾真的很高 然後這邊 這裡直接挖掉嗎 一般有的人這樣講 就是被挖掉 然後再開始在這個地方樓 然後再灌江 一般看到就這樣 陳總說他剛剛挖掉 都是天日水 他會繼續沖刷 他很危險 然後他們又 這邊又是比較軟的時候啊 他越挖會越當 就沒辦法達到擋的效果 那 看到他們怎麼施工 他們是用挖井的方式 這擋土牆都說要這麼高 就是挺要回庭 然後這邊把 變得會其實 沒有比例太高 他們是在這個地方 從這裡 用人工的方式 用人 然後呢 把那個人 叫的東西 叫聲 往學校的方式 叫下去 那其實比較有錢的 就用心心挖 然後我們這邊挖 還可以把土帶上來 挖的洞蠻大的 大家比我這個書桌還要大 還要直徑還要寬那一公尺 兩公尺 那他邊挖邊拔土往上 叫 就是有人繼續拔土往上 叫出來 叫出來 然後呢 叫做他這個旁邊 會先 先弄一個東西下去 會跟著他降下去 這時候會確保他的安全 跟他的深度 當他全部 這條紅色的全部挖 清楚以後 他這旁邊已經有個鞏固件 其實當天你要深度的時候 你先往下打 所以不是用一個傻傻的往下傳 要顧慮一下中午的環境 這樣就是什麼 你知道 你一樣 像他做鞏固動作 他怎麼樣可以顧好 就是這樣子 你跟外界要有一個 很清楚現在自己定位也定在哪裡 才會做好 如果說今天對這個 講那個禪的定義 我們講這個定義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 就以為是做的就好 不吃為重 那就完蛋了 因為這時候我們在解釋 曾經之後有些地方不能這樣講 因為有些地方它是代表 代理之為 那有些地方 他在用外道辯論的時候 你只要找外道用一個殘的 之後 我們在這地方用的殘疾 就不一樣 你應該從腹壞的時候 就可以長一條這樣 兩間的用詞啊 從一段文 腳腳足夠 這個地步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就是像那邊 他隨時決定要做好兩間的工作 所以說自己這一個警察 會那個叫做 我不知道這叫什麼東西 他才會挖得很確定很安全 然後之後他們就會 就是在叫那個鋼筋綁好的 整隻都綁好的 好大好大 然後整隻這樣把它 垂下去嘛 垂下去以後才從 它的高度會超過 然後外面開始一綁樓 然後它才開始灌 灌漾 然後灌好以後 假設這個地方是 現在是吞頭面 那我們來看橫面圖 橫面圖啊這樣子 那它這邊就是挖 挖了一塊 它就是挖了一塊 然後呢 就挖了 然後它就會再隔一個距離 再挖一個 再隔一個距離再挖一個 但是它挖的範圍 就叫做綁樓的範圍內 挖好以後啦 這時候它這一塊的中間 它的土要翻過來的壓力 會比較小 這時候它中間會再去挖一條 然後它挖了幾條以後 你有五條了 就很穩了啦 這時候它就會直接啊 把這邊的土就挖掉 直接在這些中間 開始一綁樓 好特別的做 啊有人說 土如果很鬆的話 它會讓這個鼻子之間啊 直接就是灌進去 灌漾進去就做出來 才把前面的土挖到裏 你有沒有看過這樣做綁樓的 就是做黨主講的 很花直接 但是它做工程師看錯啊 但是它做起來很特別啊 就是前面的土挖啊 在做的時候 不曉得它做這麼深 有辦法當它把錢進去 因為花掉這麼深 我把錢進去這麼深 就才把土挖到裏 送回來後面 就是其實它已經 不能把錢進去把它擋回來後面 那這時候 紅色的肚子跟綠色的肚子 彼此啊 在瓦爾座 它折的距離是要一樣的 因為你在取點在思維的時候 你要取同樣性質 像我們大家講那種五金對不對 那是不是相同性質的 對就是人一取金的時候 你在思維意義的時候 不要跳太遠 那跳太遠之後 如果剛好遇到這兩步金的思維 出發點是不相同的時候 就會產生自我恨徒了 在我們自己基礎的時候 還沒有站好心情 就會產生很危險 這很危險的 所以要取意 取能力 在學習上面的 學習上面就是 一定要先給自己 鎖定一些方向的目標 當它學到一個 你自己發現 你已經不會產生自我矛盾了 如果把每樣東西 各安提手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往另外方向 在挑的地方 在打一口 最後你的整個平面 就會拉出來 然後只有整個時間空間就會拉出來 你們都比我熟 但是因為學習上面 有些人就會想說 一下子新的東西 會入手比較 想說跟日常生活的是一樣 還是要有個入手處 慢慢來 那一門跟入 這個部分 也是一樣 總要先找到一個地方 把它清除了以後 再開始 你要把這個點 跟旁邊的對意清除 讓自己每一個點 都是渣渣出擊的 好 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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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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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